大家好,我是谢爱萌,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见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酱香鸽子的制作方法 这是五只宰杀处理的老鸽子,宰杀完净重500克一个 今天买的这五只老鸽子体型比较大 改刀是一定要把鸽子一开6或者是一开8 鸽子这类的食材养殖时间越长,它的肉质越香越好吃 而且养殖时间越长,鸽子的营养价值越高 鸽子的肉质也会更加的紧实 鸽子做好以后,下面给大家介绍烧制鸽子的辅量 这个是炸酱150克 这个炸酱就是平常大家吃炸酱面的炸酱 用干黄酱加五花肉丁,小火慢慢炸制一小时,炸制而成 这种酱的味道特别的香 和鸽子一块烧制,鸽子的酱香味特别的好吃 花椒两克,干辣椒段两克,八角一粒,桂皮两克 带皮的老蒜一个 老蒜不要把蒜瓣掰开,要整头使用 只需要把老蒜的外皮剥掉一层就可以 大葱白80克,顶刀切成葱段 生姜一块40克,顶刀切成姜片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下面给大家详细解说制作 锅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冷水下入做好的鸽子 下入料酒50克 随着水温不断的升高,水的表面会产生浮沫 这些浮沫是鸽子的血水和杂质 开锅撇进浮沫,飞水三分钟,捞出备用 锅中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八角桂皮炒出香味 下入葱姜炒出香味 炒至葱姜是要小火慢炒 火大容易把葱姜炒糊炒不出香味 下入飞过水的鸽子 下入花椒干辣椒段 大火快速把鸽子炒香 炒至鸽子这一步里操作时间不低于三分钟 一定要把鸽子表皮的油脂炒出来 这样烧出来的鸽子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煸炒鸽子这一步也是整个制作流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烹入料酒50克去新增香 烹入生抽酱油50克炒出酱油的香味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位置一定要摸过鸽子 因为老鸽子的炖制时间比较长 下入炸酱 下入老蒜 下入老抽三克调色 下入精炎两克白糖五克 下入胡椒粉一克 开锅盖上锅盖转小火慢慢炖至150分钟 也可以用高压锅压制30分钟即可 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用筷子挑出葱姜蒜和香料 以免影响菜品出品美观 大火快速的收汁 把鸽子的汤汁完全的收浓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鸽子的酱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在视频的最后留下你宝贵的评论 您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后续会有更多的美食视频和您分享